古妮刚把屋里东西扔干净 下山带着上官红老爷子一行人走了进来 此时姜老太靠在姜老头身上 装头晕 小姑娘 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你这一上门 就把人家一大价子的动静扔到外面 要是把人家老太太气出个好歹 可咋整 大队长 你咋说的就跟你亲眼见着一样 第一 可不是我先动手打人的呀 第二 我光明正大的收自己家的屋子 第三 这老太太吵累了在那觅目眼神呢 要是有啥毛病 直接上卫生所检查去 我给钱 说笑了 这屋子可是姜家人辛苦照顾素价所得 素价顺子也在十天前没了 理所荡然的也是他们继承 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下山还不知道呢 刚才有人来说闹出人命了 上官红非要过来看看 他才一起跟过来 他也不管发生什么事 第一感觉就是偏袒姜家人 你们这帮人可真是一秋之和 人面兽新的家伙 一大把年纪了还搞大姜家小姑娘的肚子 家里有妻友儿 搞这一出是想效仿以前地主养个小老婆呀 这话一出全场恶然 除了几个知道内情的人以外 此时假装昏倒的姜老太扛不住了 你个贱蹄子 乱泼什么脏水呢 哟 醒了呀 可真巧 听到这个就醒来 下大队长 这小姑娘说的事情是真是假 旁边的司机就把今天看到的和听到的事情 全都告诉了上官红 加上上官红的老伙伴 虚弱地躺在床上 连话都说不了 这大队长还经常贪污知青的东西 可人家公社上头有人 就算去告状也被当无事发生 回来还会被打一顿 而且这里连知青院都没有 知青和村民住一起 时间久了就跟白送个媳妇女婿给人家一样 下山直接摊坐在地 这不管哪一件事都足以让他万劫不复 上官红直接让司机去找萧公安过来调查 萧公安是今年刚调过来的新人 江家人看情形不对 立马收拾东西准备找个地方躲起来 虎妮对着屋顶上看热闹的黑八个说道 屋子都收拾好了 今晚让白虎过来住呗 我不放心我叔叔一个人住这里 我怕半夜有人闯进来 萧公安带着人过来了 虎妮就把所有事情都说了出来 最后 萧公安把该带走的人都带走了 苏昊醒了过来 刚打算跟虎妮相认 却被小傻子的灵魂占据了肉身 哥哥 你们不能见面 会被雷劈 不能见面就回不了家 那我到时候怎么离开你的身体啊 我能见 哥哥也得一起生活一段时间 到时候你走 我也走 意思就是说 我跟他不能相见 你接受身体的所有权 我得在这黑漆漆的地方生活 对 你可以跟我和白虎沟通交流 等苏昊把身体养好出院后 虎妮就把苏昊的房子卖了 带着白虎 苏昊和安然回到了十一村 苏昊和白虎跟着虎妮 一起在十一村生活了一段时间 期间 季之亲收到他爷爷病危的家书回家去了 最后虎妮发现 家里的传家宝玉裂开了一条缝隙 就拿到线袋 找苏大哥帮忙修好 正好被苏大哥找来的风水大师看到 看出了其中玄机 最后 风水大师把玉佩修好后 苏昊就回到了线袋 虎妮跟柚子 一直在十一村生活长大 带着村里人一起发家致处 宝宝们 非常抱歉 这个结局有点仓促 本来打算好好做几集再结局 可因为这几天经常被下架 有时发出去被下架好几次 我实在没办法 只能提前仓促结局 希望各位能够谅解 接下来我会找其他小说来更新 欢迎宝宝们推荐自己喜欢的小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